再次再来关注的是大陆本土疫情降温了 北京从9号开始爆发的天堂超市酒吧疫情 官方称已经趋向缓和 而解封后的上海全面提振经济 五家银行受信人民币500亿资金 协助文旅行业复苏 另外百货龙头百联集团刺激买气 发价值18亿的消费券 而在香港方面 香港连续三天新增确诊破迁 疫情反弹 酒吧要求出事24小时快筛阴性证明 才能入内规定实施的首日 兰桂坊人潮稀少 叮嘱顾客下回记得把筛检日期标注在检测办上 避免坐下嫌疑 香港要求进酒吧得出事24小时内快筛阴性证明 新规实施首日 兰桂坊一带人潮明显少了 笑着很多人 有赢得我养的日期和检测盘 都挺麻烦的 安排我都要做的了 我都没有办法的了 怕顾客到了店门口却没准备 酒吧还提供快筛剂一份卖20港币 在店门外打起临时检测台 让顾客当场做快筛 但港府事后呼吁不建议现场提供测试 这回防疫规定 酒吧业者估计生意将少两到三成 香港疫情反弹已连续三天 新增确诊破千例 港府目前称考虑经济及社会需要 暂无进一步收紧防疫计划 而同样因为酒吧引爆疫情的北京 则在官方迅速收紧防疫下 暂且稳定下来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从9号以来 累积351例感染 为了遏止扩散 北京展开公共场所防疫大排查 立案查处700多起 罚金达到人民币280万 疫情趋缓提振经济成了首要目标 尤其是历经两个多月封控后的上海 官方没合物价银行 受信人民币500亿元资金 协助上海文旅行业复苏 我们也通过比如说 无还本需贷 减免利息减免费用 这些优惠措施呢 我们是能让就让 能减就减 上海旅游指标 迪士尼小镇和迪士尼饭店 16号恢复迎客 有客需时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内 且小镇内餐厅不提供内用 就是跟我们说不能堂食 就是外带嘛 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嘛 迪士尼小镇九成店家都开门迎客了 不过最重要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至今未宣布复工日期 上海的百货龙头百联集团 向刺激顾客回流消费 大手笔将发价值18亿的消费券 要有个撬动的杠杆 因为消费起来不是说起来就起来了 你要去撬动它 无论是企业或官方 在疫情趋缓背景下 将有一系列旧经济举措 大陆国家发改委近日记者会 表示在全球高通膨下 大陆CPI还能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要3%左右目标应该能达成 那么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 经济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我们将推动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尽快的复工达产 在民航旅游方面也有回暖迹象 大陆全国千万级机场客流 从6月份开始均呈现上升趋势 尤其是大陆升大学高考结束后 属席运输需求逐渐增加 在2、3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日均价值大概就在200多300价次 吞吐量也下滑到了2万到3万 日均已经超过400价次 日均的吞吐量也超过了4万人次 民航市场期待 学生暑假正式开始 将在先一波运输高峰 疫情反复 大陆趁着平稳期 重刺经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